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爸爸正在钓鱼 这位呢 应该是猪妈妈 再看看这个大鱼池 哇 它又大又漂亮 里面有小猪佩琪的一家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钓鱼池哦 它有歌曲 儿歌 唐诗 还有故事 我们呢 可以在玩的同时又可以学习到知识 哇 真的好棒的钓鱼池玩具 再看看包装的背面 还可以加水 加水更有趣哦 看到了吗 可以往池子里面加水 是不是很棒 很有趣呢 玩具里面呢 有两个猪妈妈 两个猪爸爸 有两个佩琪 这两个呢 应该也是猪妈妈吧 里面有钓鱼竿 这里介绍的是歌曲 共有六首儿歌 九首故事 一首四首唐诗 小朋友们喜欢钓鱼吗 我们现在赶快打开包装 一起玩一玩 佩琪的钓鱼池玩具 佩琪的钓鱼池取出来了 哇 真是一个又大又漂亮的钓鱼池 我们快来玩一玩吧 鱼池里面贴好了贴纸 小猪佩琪的夹也放进了鱼池里面 池子里面也放好了水 电池装好了 这里是开关 我们开凳开关玩一玩 小猪妹妹 额头六头 欢迎你 这是儿歌 这是音乐 是古诗 这是故事 好了 好了 我们一起听着音乐一起钓鱼吧 这边呢代表的是佩琪 这边代表的是乔治 现在由佩琪和弟弟比赛钓鱼 哇 有好多声好听的音乐 这是两条鱼竿 比赛开始咯 哇 佩琪好棒 哇 钓到了一只小鱼 哇 佩琪 乔治也好厉害 乔治也钓到了一条鱼 好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 好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 好 乔治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鱼 我用几只小毛里我从来也不及 啊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 啊 乔治也钓到了一条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 乔治又钓到了一条 啊 佩琪又钓到了一条 池子里面还有三条鱼 池子里面还有三条小鱼 大家加油哦 哦 屁ää鱼 哦 佩琪点到一条 caster 乔治又收到 п仿 一条 瞧这儿掉到一条 还剩下最后一条 快点快点 加油把最后一条小鱼钓到 看看谁会钓到最后一条小鱼呢 哇这条小鱼是乔治钓到的 好我们最后来数一数佩琪和调制 谁钓得最多呢 先数一数佩琪的吧 一 一 二 三 佩琪一共钓了三只 再数数乔治吧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哇 乔治很厉害哦 乔治钓到了五条 佩琪钓到了三条 好 所以呢 这次钓鱼比赛是乔治赢了 很棒很有趣的佩琪钓鱼吃玩具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 关注我们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 拜拜 本节目 今天就会有点赞 这次钓鱼 文章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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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